凌晨今早早的上訴是被否決了 我們覺得香港人是絕對有權出來遊行 根據《基本法》也好 《基本法》27條 《人權法》 《國際公約》也好 根本遊行是香港人 是憲法和國際公約上保障的基本權利 我們覺得我們有權遊行 警方是根本不應該阻撓 而他們是有責任去配合 但現在很明顯整個政府的做法 就是剝奪香港人的遊行權利 我們是非常不滿 也覺得我們遊行是不需要得到警方批准 我們行使我們的權利 和平遊行的權利 所以我們是會明天照樣 是承設著民陣的遊行路線 就是由銅鑼灣遊行到中環 我們的起步點是會在銅鑼灣的東角度 我們照樣在1點鐘集合 然後出發遊行 我們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式 去進行這次的遊行 也希望所有人都應該是有權遊行 也應該出來遊行 也一起去表達同一個訴求 就是沒有國慶 只有國殤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結束 專政 還政於民 我們很希望香港人一起 繼續行使我們的遊行權利 那有沒有補充 沒有 其實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相信 由這個6月開始 香港人都習慣了 民陣去呼籲全香港人去遊行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是因為害怕在12月1日 有大量的人群在香港 顯示香港人要求這個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以及反對一黨專政的聲音 所以我們覺得 即使民陣是被否決了 他們的申請 但是我覺得香港人的權利 是不能夠被剝奪的 我也都遇到很多這個市民 他們就問明天在哪裡集合 我覺得民陣雖然間被否決了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是習慣了在東角度或者維園集合的 我希望明天在香港島 是會出現數二十萬計的市民出來 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 沒有忘到初衷 也都沒有忘記到一黨專政 是香港問題的核心 講完英文一下 大家知道 民陣雖然是香港人的權利 這次我是代表民陣去做申請人的 我很清楚地了解了 我自己是很大機會被告之下 我都依然選擇去公民抗命 會和我身邊的李卓人何俊仁和梁國雄 一起是會在東角度出發 遊行到遮打 這個是和平的公民抗命的行動 我們不認同警方過去 一直打我們的遊行示威的自由 這個自由是基本法賦予給我們的權力 雖然現在是有公安惡法 它可以拘捕我們 但是我們不認同公安惡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10月1日是必須要發聲 必須要告訴世界知道 我們香港人的堅持 必須要告訴中共知道 我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決心 所以我們是迫於無奈 用個人的身份選擇去遊行 我都希望會參加或者會和我們一起 同行的朋友能夠明白 是會有法律的風險的 但是我也都希望香港人能夠明白 70週年10月1日這一天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天 我們要展示出我們的決心 我們要展示出我們的力量 群眾的力量 我們就要靠人多 我們就要告訴世界知道 我們要安全地遊行的話 我們要保障所有人的自由 和權利的話 我們就要多人 所以我希望香港人能夠明白 能夠一起出來和我們一起遊行 而我知道在公民社會裏面 他們是會有不同的決定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人多才是安全 人多才能夠保障到大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和我們一起同行 那想問回呢 就是過去一些民進的遊民 都只是發出了不法的公主署 也有不少的事物 依然會出來 那為什麼你們都仍然需要宣報 去承接自己的遊民 這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想知道 你們是根據 純粹是用自己個人的身份 或是用這個團體去承接這個遊民 你們是否都做好有機會被警方 其實每一次民陣的遊行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被警方不批准 我們覺得根本是有需要抗命的 譬如說就算辦一辦 他只是集會 是不給遊行 最後我們一樣是有遊行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希望最多最多人走出來 我覺得是我們用個人身份走出來 亦都希望多些人和我們一起同行 亦都是我當然知道 明天很多不同的地區都會有的集會 要有遊行 我們覺得原則就是 越多人出來越好 而我們是呼籲 所有覺得自己有權遊行的人 都應該走出來去參與遊行的 我們相信我們的做法 亦都是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一個抗命的一個訊息 另一方面就是一個很清楚 希望多些人可以一起去參與 明天的行動 因為明天我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去表達香港人的訴求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也表達香港人對一黨專政的不滿 和我們是要求還政於民的 你會想要被拘捕 或是要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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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我們也不知道 我還想問 Albert 什麼類似的危險 我們在談論 好 你會否擔心 會否擔心民陣上是否分敗 就是那種路線 但是會否擔心 警方日後所有民陣的集會都不快 這個其實我答過兩三次 而上次我做公民抗命的時候都有答過 就是其實我在做民陣副照站之前 其實我都是社民連的成員 其實我都參加過很多次的公民抗命 或者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之下 去做公民抗命的行動 所以我不相信會影響到 即是來港民陣的申請 亦都是今次的上訴委員會 警方也都沒有將我上次的公民抗命的行動 納入了考慮的法文之內 你可以見到其實今次很明顯一個個人的行動 是不關民陣的事的 所以我也促請警方能夠在今次的遊行 即是10月1日能夠克制 還有就是不要去阻撓我們香港市民 行使基本法的權利 也都希望日後警方能夠配合民陣的遊行 不要不停地發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過去你見到的是915 或者是我們的818 甚至是去到928 警方已經連續三次去反對了我們民陣的遊行 如果我們8月又不遊 9月又不遊 那我們10月 如果我們都不遊 我們去到何時呢 這個是警方不讓我們發聲 我們就不發聲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會堅持我們的想法 就是會繼續公民抗命 如果警方是阻撓的話呢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 會不會擔心呢 明天就通過了一些政策的人 即是美國自由的事情 有幾方的一些收報呢 不知道 我覺得 將一個香港人在基本法權利底下 和平的集會變成不和平 是不會好像 所以這個政府當局這麼說 是會止暴制亂的 是製造多一些的暴力出來的 我希望香港的市民能夠和平地去表達意見 也都希望警方不會將一班和平示威的市民 當是他們的敵人地去對待 還有我回應就是希望警方不要非理性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警方的做事 很多時候是非理性 還有純粹為了打壓做目標 我們覺得我們的目標就是行使權利 希望警方不要非理性 好嗎 OK OK 麻煩你 謝謝 謝謝 先 我先走了 Ciao